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星我是我是小妙 我是夏容小编 我是Shallin 又回到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开箱时间啦 那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是什么主题呢 零食 耶 对了 零食 对 上几次开箱 我其实已经开过一次零食的这个主题了 可是过后呢 就很多人就私信 想说可不可以找一些减肥也可以吃的零食 那这一集就是补上大家的愿望 那这里所有的零食呢 都算是低卡的零食 都是少过100卡路里的零食 据大家所知就是薯片都是高热量嘛 对不对 没有薯片 对 做实上都没有薯片 所以按照大家的需求 我们就会有稍微有一点点低卡 不然的话就是它的分量比较少的 所以可以控制每一次吃的卡路里的这个分量跟次数的 这一集呢 我们会分上下两集 因为很多零食要来开箱 一开始呢 我们会先开零卡的啦 然后慢到100以内的 还有零卡的啊 对 有零卡的零食 哈哈哈 事故意识 我们就马上开始啦 我们第一个要开箱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零卡的蒟蒻 蒟蒻 果冻算是 它是长得像这样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日本非常著名的这个蒟蒻零食来的 它有两种口味这个 一个是白桃口味的 零卡 然后一个是飓风口味的 它就很像果冻Jelly的口感 嗯 还讲可以做到零糖 嗯 用带糖 嗯 嗯 给大家科普一下 蒟蒻本身就是没有泡鱼的 所以你看到那些 磨鱼啊 磨鱼丝 蒟蒻的东西 我吃了这个白桃口味的 它的味道还蛮香甜的 嗯 就 哦 比我预期想象中还要甜 嗯 对 嗯 我觉得白桃比较甜 诶 是啊 嗯 你吃看葡萄 ok 我去拿来吃 可是我本身比较喜欢白桃 你吃白桃 因为市面上很少吃到 葡萄口味好像很常吃到的 你吃啊 白桃 我吃完了 白桃口味哦 药不雷很难 因为有时候它的味道很化学 有药水 对对对 刚才那个有啊 刚才那个就不会 不会很重 它就是很香的白桃味 可是它不会很有药水的味道 嗯 这样子 嗯 这样子 所以这个其实还蛮不错的 可是我觉得葡萄就没有这样甜 嗯 对 所以葡萄还比较合我意 这款零食 在市面上买到的这个价钱是12块9 嗯 一整包 它里面有12粒 然后12块90C 1块1粒 今天做的来讲 你觉得这款零食值得入手吗 零卡哦 今天做的不会入手零食 哈哈哈 如果是放在冰厨 还是 嗯 对 它如果出现在我家 我可能就是偶尔很工作到一半很闷的时候 我会拿一个来吃啦 我觉得放在冰箱应该会不错耶 这个是热的这样子 哦 对对对对 但是你要金牛做入手 很难 哈哈哈 好像有道理哦 好 1到5分 你会打几分 4分 4分吗 嗯 4分 那我的话也是4分 不过我会比较喜欢葡萄的口味 我还蛮建议大家吃这个白桃口味 因为白桃是真的很香 然后还不是很化学的味道 所以还值得蛮推 还蛮值得推 比较特别啦 它的口味 嗯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第二款蒟蒻 这个就不至于0卡 一个13卡 一个16卡 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口味的啦 如果它这里有著名讲说 它的果汁成分是百分之二十二 跟百分之十五 所以它是还蛮original的感觉 那这样这个香对来讲 就很不original 比较不original 一百七分 哦 对对对 它就是用香精来调出来的意思 哦 对 虽然是讲这个是0卡 可是大家还不建议大家每天吃它 这个 因为虽然卡路里不高 可是因为它还有糖分啊 还是什么其他的元素 这里所有的低卡零食 不建议大家天天吃 对 只是建议大家就是给大家解法 就是想要吃零食的饮的时候 然后偶尔买入手的这种感觉而已 然后所以它两包 一包是青葡萄 一包是橙 橙汁口味 有点酸酸咸咸 对 它多了一个鲜 是吗 不是甜 它味道是不错的啦 可是对我来讲还是有点甜 蛮甜的 比较要刺激的时候就可以吃 比如说好像要找银杆 比较要刺激一点 嗯 或者是打瞌睡 可是我很喜欢拿包装 可以很方便的 我们就开刀 那 它这一款的比刚才上一款还要贵一点点 嗯 上一款是12块9嘛 一整包 然后零卡的 然后这个其实是15块一包 嗯 所以 嗯 1到5分 你们会给多分 2到5分 一样 一样啊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 这一款 也是芋若的 嗯 这一个 零食 嗯 然后它一包的话呢 它是 一整包是14.4 卡路里 然后里面有10粒装的 然后这个呢 没有价钱 因为是朋友送我的 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它是一包是这样子 它这个是Lychee flavor 是 它没有开就已经闻到味道了 对 闻起来很甜的味道是不是 嗯 嗯 它就很像Lychee罐头 那新年那个 新年它的那个 那个味道 爆装水 对对对 它不会太甜 嗯 嗯 它的Juice content有18% 好 所以这一款的话 1到5分 你们会给几分 4分吗 嗯 OK好 你呢 3分 3分喔 为什么 中等 嗯 OK好 那我的话呢 对我来讲 这个有一点太甜 所以我会给3点5分 嗯 嗯 对 它就很像 新年和Yother 的 爆装水的那个 对 真的很像 嗯 所以如果喜欢那个口感的话 然后想要这样子吃 我觉得大家可以买 这一个牌子的 Dopping牌子的 这一个 这个 这个 Giro零食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哪一个呢 饭的吧 饼干吗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这一个 这一个是日本还蛮出名的 第一卡零食之一 为什么它很出名呢 因为它是真的很低 因为它是真的很低 它整包 一包啊 整包的这个 花腹饼 我叫 我喝 才80卡路里包 蛤 整包喔 饼干喔 对 我不确定它是 不同口味的还是 不同包装的 因为我找到两个完全不同包装的 概念 可是它就是 一模一样的 只是颜色啊 设计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可能咯 可能咯 我们开那一个来的 嗯 这个是Eco包装耶 Eco包装 对咯 就是 好像应该不进来吃吧 所以咯 它里面咯 有 246 8 8条 8条 8条这一个 Waffle 它一包是80 的话 它这里有8个嘛 就是10卡路里一个 所以一枚大概5卡 真的很少耶 对对对 它那个 有点点爆酱的感觉 它很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零食喔 就是 以前喔 不是会有那种零食车的吗 很旧的时候 它就会载一个面包啊 零食车这样到处走 或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冰干 嗯 嗯 我觉得它是像其中一款里面的那个 嗯 类似很像这样子的这个零食啦 它是用 豆奶 做人的 嗯 对它是用豆奶做人 不过以口感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还蛮好吃的 嗯 然后淡淡的味道 不会长很浓 不会长很 不会长很蜜啊 嗯 可以 这个我平时 会拿来吃 哈哈哈 打动了我今天要做 哈哈哈 它不会买 因为它很饼干啊 还是会吃 饼干啊 饼干啊 对啊 饼干 饼干 是啊 不是干粮 也算是啊 反正一定 嗯 就是淋嘴的话就是零食 好像有时候早餐我应该也会吃 它十三块半 嗯 一包 一包这个里面有八条 然后十三块半 所以我觉得如果一天一片 当早餐的话 负担也不会到很大 超级没有负担 哈哈哈 对 所以这个 一到五分大家会给多少分 四分半 嗯 嗯 我还是会给四分半 因为它其实还蛮香脆 然后就是很 就是你早上起来 你很敢 你真是会 没有负担 对你真是吃不出有负担的感觉 对 倒推给大家 OK 好 那这个我们又放一旁 那接下来我们有紫菜的 还有这一个糖果类的 那紫菜的话呢 我就有入手到两款 其实大多上 大多数市面上的紫菜呢 我们都是可以吃的 因为它都是低卡 只是不鼓励大家多吃 缘分高 然后还有它的那个化学剂 也是还蛮高的 虽然紫菜是还蛮天然的东西 所以还是不鼓励大家多吃 不过大多数的紫菜的卡路里都不高 那我选择两款呢 一定是因为我之前去韩国的超市 然后我看到这个有wasabi口味的 还有这个sweet soy口味的 我就觉得可以想要尝试一下 因为那边 嗯对 sweet soy sweet soy sweet soy就是甜 它已经放油 啊 我们来试一下嘛 好 ok好 我们就先试一下这个sweet soy口味了 它就是这样子 就是平时大家熟知的 一片一片的这个 就是一般我们会吃到的普通食材的感觉 嗯对 它有少少甜 嗯 而且我觉得它不会太甜 有些食材很甜 嗯 嗯 对 所以还蛮好吃的 蛮香 然后蛮脆口的 嗯 我喜欢它原因就是因为它有点甜 有点甜 对嗯 就不至于时间 对对对 韩式面也好 饭也好 他们也是很喜欢就是 煮好的东西 然后撒这种 嗯 碎的上去的嘛 对对对 可是干的他们通常才会这样子杀 我们来试一下wasabi口味 我要买吧 如果按照它这样子的程度 说不定它wasabi也没到很辣 嗯 它就是稍微带过 诶 不是稍微带过诶 真的吗 嗨 没有 一滴口吧 第一口是寂寄到你的舌头 可是过后完全没有wasabi的 对对对 还蛮不错的 醒了 可能是wasabi 撒在上面 好像wasabi粉 它好像wasabi盐这样子 撒在这个姿态上面咯 嗯 嗯 各位新年 呵呵呵呵 或者是大家在家很无聊 想要 看戏之类似 嗯 对 或者是想要 嗯 跟自己的弟妹妹来个prank的时候 可以把两种紫菜 插在一起 两个字 那还蛮不错的 嗯啊 它不会辣 嗯 它只是第一口刺激了你的舌头 过后 你aware 就是你有这种感觉 过后你就会 它就突然间变成东西 对 它就突然间变成东西 就是like it's a prank yeah 很多 海带啊 海带紫菜啊 它都是出自同一个大厂 嗯 所以大公司 所以他们已经本来就有流量 跟有名气了 为什么他们要花时间 在包装上 包装啊 它跟台湾的文化不一样 台湾他们很注重包装 很注重精细 然后细节 设计 对 可是 嗯 韩国他们就美龙 这些紫菜哦 他们 嗯 每一个人几乎 所有的韩国人 不管是什么样式的紫菜也好 海带也好 从煮 煮汤的 然后 适合下面的 然后适合 呃 干湿的 他们一条龙服务 他们都会存很多在家 哦 所以他们打的是品牌 应该是文化 对对对文化的差异 嗯 他们不在care 包装的设计怎样 因为不管是哪一个 company设计的 它都是可能 那两大巨头 或者是三大公司 就好像你不会comment 讲说 Nestley的 嗯 Milo跟 Nestley的什么 因为他们走的 不是包装路线 他们品牌已经大小了 哦 大家已经懂 Milo是这样子了 你不会拿Milo 跟Nestley旗下的 其他的中心来 compare 因为都是under大集团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 这是果干类型 最近是还蛮出名的 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 呃 网红上线的品牌 哈 然后我就跟朋友买了 一系列 过后我才发现到 grosser其实 有一直都在卖 这一系列的果干 然后这个的果干呢 它 你说卡路里低吗 对我来讲它卡路里不算低 只是因为它分量很少 所以它卡路里素材低 就是它一包76大卡 一包20克而已 它76卡路里 所以它算是低的 其中一个环节啦 嗯 所以它大概是长这样的 后面有4个口味 我们这次买了4个口味 就是有jack fruit的 有dragon fruit 有banana 还有蚂果口味的 嗯 给我们大家来试一下看 它这个包装还蛮鲜艳的颜色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它是走 走 往本地 对 对对对 它是本地设计的 它也不错 哦 我很喜欢它的 做工啊 它的那个什么 加工过程 它讲不是炸的 然后也没有加糖 没有加防腐剂 没有加颜色素 嗯 色素 对 还有乌菇姬 所以我们大家来试一下看 嗯 蛮期待的 我这个是jack fruit 哦 好香 它没有出榴莲的 哇 很重的jack fruit 它就是很果干 的样子 然后好酸 嗯 很像我们每次配辣椒跟 酱油的那种 芒果酸 的芒果 然后拿去红干 嗯 超酸 可是很爽 爽欸 吃这个红干鸟的jack fruit 哇很脆哦 没有吃过这样脆就不要吃 它真的是很原汁原味的 这个 水果果 对 可是它还蛮甜 嗯 虽然它没有加任何的糖分 可是水果自然不甜吧 嗯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 freeze dry 然后那个水果糖分全部 嗯 积在一起 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卡路里 其实不 不低 嗯 因为严格来讲 很多水果都有糖分 然后它的糖分 其实 在压缩之后 它就会更咸 因为好像比如说我们在吃的过程 我们在消化的过程当中 它的糖分会慢慢的流失掉了 它不会转化为我们的卡路里跟能量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 建议吃新鲜的水果 是这样的原因 果干的话 它就是快速的把所有的东西混合在一起 它就集结了所有的东西 所以它的卡路里其实不低的 不过因为它的分量少 所以哦 它吃起来就没有这样负担 嗯 所以如果是我自己本身啊 我没有办法一次过把一包吃完 对哦 因为它对我来讲还蛮甜的 会腻 对 嗯 大概是两三片就会放一点 对对 是 所以 一到五分的话大家给啰 三分半 嗯 三点五 嗯 我们可以三分 因为对我来讲 的确是吃了两三片我就会放一点 对 的零食来的 嗯 它是好吃的 如果你喜欢吃水果干的朋友的话 你就会很喜欢它 嗯 可是 负担上来讲的话 嗯 口感上的负担啊 然后或者是卡路里上 对我来讲 我没有很欲望 我宁愿把卡路里存下来吃 零食 的 这个口感 对 所以我还好 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我发现到它的维他命C蛮高了 30% 嗯 是啊 可是我不懂它的30% 就是30mg 的30%还是什么 嗯 嗯 OK 我们试一下看吧 嗯 它就很像水带一点点去过 嗯 对 就很像 还有油 嗯 嗯 我这个蛮甜的 我这个也算还蛮甜 嗯 只是它的糖哦 不高爆耶 它是 0 added sugar 它是用sugar 带糖 哦 因为我这边有 apple concentrate flakecurrant concentrate 哦 它这里的ingredient 反正没有watermelon 蛤 ingredient 没有 natural watermelon flavor OK 嗯 这还有apple 有backcurrant 这样就讲说它的flavor是加工的咯 不是天然的flavor 嗯 嗯 没法 所以也是不建议大家多喝 嗯 哈哈哈 OK好 那这一个的话呢 大家觉得怎样 味道 我觉得 蛮甜的 有点糖的味道的感觉 就是没有blueberry的感觉 OK 一到五分的话你会给多少分 我的话 可能我会给 两分 可是它偶尔偶尔好像当成汽水这样子来喝 是蛮不错的 因为cocacola就可能开了 搞热的样子 对 可是这种的话就很清爽 嗯 它这个其实 嗯 那个口感还 很好玩一下 就是吸着 嗯 阿叶变样的感觉 可是它的味道就 没有watermelon味啊 我就觉得 嗯 味道有一种加哦 嗯 OK 所以你给多少 嗯 2.5分 2.5分 嗯 2.5分 OK 所以其实还蛮低的 主要是因为我们个人 不是很爱吃太甜太咸的东西 嗯 就是觉得个人口味 不过还蛮多人有好评的 因为它的卡路里真的很低 所以他们直接代替汽水来喝 这样子 所以它的价钱的话呢 就是基本上这一个 6块半 watermelon的6块半 其他的都是6块9 嗯 对 所以它价钱是差不多上下 这样子 对 所以按照个人的口味 你们可以买回去试试看 对 我是蛮推荐 好像如果平常很爱喝汽水 但是要减肥的就可以买喝 对 对 对 嗯 好 那今天 所有的零食的前期 我们已经开箱完毕了 嗯 所以大家是 觉得哪一款零食 是你一定会买的 然后想买 就是 再回购的 有吗 如果是我的话 我应该会回购Waffle 你耶 嗯 Waffle比较实际 哈哈哈 Waffle 因为它可以直接来当早餐 所以它看起来比较实际 然后我第二个会想要回购的 就是那个WASABY的 食材 对 就是 放在那种 饮食上面装饰啊 还是什么的时候 其实还蛮好用的 嗯 嗯 对对对 今天 临时开箱的Part 1 就已经是到这里啦 喜欢的朋友 记得按赞留言分享 别忘了我们 下期再见 拜拜